我平常對館長陳之漢發表一些對政治的看法是不以為然的 不過我人講得真好 為什麼呢 因為對事不對人 任何人犯了這樣的錯誤 館長是女兒子 那他連館長 我們必須這樣講 連館長 為什麼說連館長 因為館長就是最大的一個科粉跟蔥粉 不是這樣嗎 他力挺 他吃乳家在台北 連菜皮爐都不請了 還特別請館長去吃乳家 所以他關係跟他好到那種程度 然後柯文哲也好 黃國昌也好 他一向力挺到底不是嗎 所以連館長這麼力挺他的人 至少沒有力挺到 完全沒有是非 至少沒有 他也看不過去 我們針對高宏安的事情 所以他就丟下去了 這下子蔥粉 磕粉 草粉全部掉滿地 因為你們沒有想到館長會出來罵 你們這些所謂網路上面的 你們都罵別人 事實上這些網軍的大風向 到底是誰的人 所以事實上我們只講你有沒有違法 這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甚至於就直接 還有怎麼講 甚至於不是直接講 有關於柯文哲特別講說 那麼照理來講 高宏安沒有前科 應該減輕其刑 誰說沒有這樣做 其實他們在這個相關的審判過程當中 特別就針對高宏安自己 就在判決書裡面其實就有了 只是字比較小 判決書上面就有 他們這些人全部都減輕 其實在判決書裡面就有針對他 高宏安沒有前科的部分 說他拍聽就左簡其刑 如果沒有青年四個月 拜託 這個本刑是七年以上 這個是最低 我們開玩笑說 低消費 你知道最低消費 低消 低消七年 他還要破青年四個月而已 不低消 他還要破十幾年 破百年十年以上都不可以 他還要破青年四個月而已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那柯文哲已經力挺到 已經完全沒有是非 胡說八道就對了 已經挺到那種 讓人家瞠目結舌 貪污跟你十一萬 還是四十六萬 因為郭台銘說才四十六萬 柯文哲說才十一萬 貪污跟你的金額 除了量刑 作為一個量刑標準之外 五萬塊以下輕判 五萬塊以上重判 很簡單 超過五千萬 更重判就對了 除此之外 貪污是一毛錢都不能貪污 對 貪污沒有人家說 我貪污一千而已 我貪污一萬 我貪污十一萬而已 我貪污十一萬 十一萬 我就說 那個什麼 那個阿董有 阿董一個五萬八三年 對不對 你十一萬 如果開玩笑說 貪污是一毛錢都不能貪 你看其他的助理 有的才幾百塊而已 你知道嗎 貪污是一毛錢 但是至少 其他有幾位 這三位助理 至少他們知道自己的行為 是錯誤的 他們認錯 他們道歉 然後他們有悔意 所以左減輕其行 左減輕其行 這樣嘛 高安其實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悔意 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做錯 所以他槓到底 他是對自己做無罪的辯護 無罪的辯護很簡單 法官只能做 對有罪無罪 做一個選擇這樣而已嘛 那法官認定 簡單關說起訴 很多的這個案件 欸 那法官已經算真客氣了 為什麼 他針對那個加班費的部分 是判無罪的 你知道嗎 如果上訴高院二審的話 萬一判有罪 那麼加下去 就罰到八年十年了 你知道嗎 那不是同日而遇了嘛 我們可以替一個人 但是不能替到不適合 像我個人很簡單 我替一個人對不對 如果 但是他的私德的部分 我不做任何的 這個等於說 那個相關的保證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私底下做什麼事嘛 但是 我們知道一件事 什麼人都不能去做壞事 很簡單 你要做壞事 你做九十九行的事 好事都你家的事 你知道嗎 你就不能當一做壞事 但不能因為這樣沒是非嘛 什麼理工女就不會貪污 什麼楊文科 公務人員出身就不會貪污 柯文在你做代表市場的時候 警察一堆貪污有沒有 綜藝派所還有誰都捲入貪污 那全部都是公務林館嘛 所以護短 護短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 連館長都不如 好 但大家很納悶啊 這個高官都已經退黨了 幹嘛民眾黨還要出來幫忙洗呢 我們請教他逸川哥 你看柯文哲說什麼呢 民眾黨是新的政黨 從來沒有進過立法院 高官也是政治素人 當時自己 柯文哲也是忙於台北市市政 對立法院運作 其實也不是很清楚啦 重點是 這個民眾黨的立委張祈凱說什麼呢 高官不是在市長任內貪污的 內政部怎麼可以停他 新竹市長的職務呢 明顯違反了憲法 根本是滴歌到菜脫 覺得是違憲了喔 我是不知道張祈凱在說什麼 法律就規定在那裡 如果內政部出手 內政部不出手 內政部有事情啊 內政部就照這個規定 先就把它停止嘛 停止之後 因為大家再問他的薪水嘛 那內政部本來就有這個財良權 就是說 他才會變成生活困難 如果都不領薪水 要怎樣就怎樣 他之前千萬年薪呢 他的財產申報 現金一千五百萬嘛 他以前有很多 額外 那個什麼 業外收入一大堆嘛 他男朋友也收到監管嘛 所以對內政部來說 不會啦 不會應用到他的生活 真的如果應用到他的生活 因為低收入府內政部 當然有相關的補助辦法 高宏安就能去申請嘛 所以這都不是問題 可是現在民眾黨的態度 各位知道民眾黨 現在唯一出來殺 高宏安 噴高宏安的只有館長 黃國昌黃珊珊 到現在都還沒說話 黃國昌跟黃珊珊 要不要挺 有啦 黃國昌有說 他相信高宏安的清白字 他上訴啦 他相信嘛 大家也相信 因為民眾黨對決不相信 黃國昌黃珊珊 都還沒有 他們就在挺跟不挺中間嘛 那真正挺下去的 只有柯文哲 張其凱跟蔡壁如 柯文哲 張其凱跟蔡壁如 連黃珊珊都還沒表態 黃珊珊這句夠勁 都還沒表態 黃珊珊不是很會殺他嗎 一次還沒殺他 又是哪裡 怎麼又是哪裡 你怎麼又是高宏安 怎麼又是新竹市 我跟你講這一次 就是柯文哲說我們是新興政黨 當時這個立法院怎麼無關也不知道 他就忙於事之後 沒辦法處理這些事情 這就是你們的態度嗎 民眾黨的態度就這樣嗎 講清楚喔 所以那天館長說了 館長當然是 叫蔡子有關 館長叫草子有關 館長那天沒草子 很難聽的 館長罵那些小草 說那些小草沒有用 他其實不是說小草沒有用 所以館長說的都是蔥子 他的支持這麼大部分都蔥子 館長的說這當然是蔥子的 叫他講的嘛 黃國昌叫他講的嗎 沒有 館長有那個頭腦我就說這個嘛 可是黃國昌現在態度跟館長不太一樣 館長出來罵的耶 可是黃國昌是出來支持高峰安的耶 館長先出來試一下風向 看怎麼樣 現在蔥子左右為難 蔥子到底要去聽柯文哲 還是要聽館長的 現在都調一調 所以那天館長沒料也開始留言的 兩邊意見分歧 所以其實對民眾黨來說 這麼年輕的政黨 這個時候就該表態 因為你們現在每一個人的表態 欸 除了黃國昌叫黃珊珊 張其楷 那今天五位咧 今天五位 林國城 林國城你不是很會講的 誰都沒有出來講 什麼賣鬱子 你也都要出來講啊 陳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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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很會講的 陳昭之 貪虎的 你不是很會講的 出來講講看 看高恩安 高恩安你驚他沒實在 因為你靠民眾黨的時候 高恩安已經是新主事 你驚他沒實在 你可以出來噴一下 講一下 我覺得 這些政黨對自己涉案的黨員 的反應 每一個人的反應都會被記錄 影像全部都會被記錄 也會影響未來他們自己 遇到相關問題 因為林港人當中 柯文哲的事情 柯文哲如果他的案件 什麼金華城 什麼一大堆 如果去用起訴 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現在每個民眾黨 每個人的態度 大家都會回頭解釋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試風向就對了 好 所以我們請教律師 因為你看高恩安現在說要繼續上訴 那接下來就是二審 二審現在想說有可能會判更重 或者是要拼檢刑嗎 那檢刑 剛剛瑞德哥也說 低消不就七年嗎 現在法界也說高恩安的刑度不重 好 我們現在拿到這個判決書 真的是蠻重的一本 87頁之多 好 內容其實講得很具細民意 確實就是法院判決書 寫得非常的完整 就是說把每一筆錢都做交代 為什麼到後來只剩下10億萬多 其實法官在裡面也幫了高鴻安很多 去把只要可以解釋上 變成公務使用的都幫他扣掉 因為檢察官的起訴是46萬 他後來只剩11萬 都代表說中間價差30幾萬 是你只要解釋說 他有可能是當作公務使用 都讓他鑽鬼 檢察官其實對高鴻安也很好 當時起訴46萬 大家沒印象 林庚仁當時爆料完之後 週刊連出好幾期 那個金額就是小兔帳本 是80幾萬 那80幾萬 為什麼到後來檢察官起訴剩46萬呢 檢察官也幫高鴻安先扣掉一些 有可能這些所謂的公基金 這些錢有可能是公務支出 我讓你扣 扣完之後 法官在這個審判過程中 也高鴻安可能會抗辯說 這些都公務支出 他也幫他扣 但是為什麼剩11萬多 是扣不掉了 是因為你絕對沒辦法解釋 這個公款可以拿來買雙眼皮貼 你也沒辦法解釋這個公款 可以拿來買抱枕或洗頭 這大概沒辦法解釋是公務支出 所以會留下這些錢 那這些錢上訴之後 會不會判更重呢 我要這樣講 目前高鴻安沒有被重判 因為7年4個月是符合法定刑 這個貪污制罪條例裡面 有關利用職務榨取財物 這條犯罪 全國都一樣 榨領助理費 他就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所以7年4個月 是其實沒有重中的 沒有重中 所以柯文哲在那邊瞎喊說什麼 怎麼可以重判 其實如果看完條文 就知道他法盲在瞎喊 那如果接下來到二審的話 會面臨到什麼樣的情況 到二審其實檢察官 要看檢察官有沒有上訴 因為檢察官 北檢已經講了 他們收到判決書之後 才會評估要不要上訴 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說 因為金額有落差 法官到後來 採信了很多高雄案 可能公務支出的範圍 所以11萬跟46萬 差三十幾萬 他跟國家要涉及 末路不法所得有關 那是國家要收進來的 松國庫 所以檢察官在這邊 可能會認為 這個金額有落差 是上訴的理由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就是王玉文 因為很多人在討論說 公衛文都沒認罪 為什麼可以獲得 換刑 先減刑之後才能緩刑 我們在貪污治罪條例的規定 是說你在偵查中 如果自白犯罪 可以先減刑 你到審判中 如果犯後有毀意 可以再減 依照刑法的規定 可以減刑 所以你看到小兔主任也好 或陳煥宇 他們都因為這樣的減刑 七年要減一半 剩三年半 再減一次才有機會變成緩刑 要減兩次 所以這個認罪組的 小兔主任也好 陳煥宇也好 他們可以或判緩刑 但是為什麼公衛文 他在整個過程裡面 一來他犯後沒有回憶 第二從來沒有認罪 在法律要件的評價上面 他是不能跟他們等量其官的 所以他會造成 其他認罪組的實質不平等 這個不是只有在這個案子 全國各個貪污的案件裡面 有關於助理認罪 跟沒認罪 他都會有不同的判斷 這個案子是公衛文沒有認罪 他從頭到尾沒有認罪 還幫高宏安去辯護 幫他去作證 那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變成檢察官 是不是要上訴的一個理由 另外一個是什麼 你看到這段期間 民眾黨在用很多奇怪的案例 去瞎挺高宏安 包括第一時間民眾黨 拿那個什麼 陳賴宿美 周亞玲的案子去講 那個案子其實跟高宏安案 不太像 為什麼不太像 陳賴宿美跟這個周亞玲 他們的錢 沒有像高宏安 那麼明顯的 拿去買雙眼皮貼 拿去洗頭 那麼明顯解釋不過去的適用 第二個是 他們沒有硬拗 這個是助理 志願回捐 真正有硬拗助理志願回捐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上司法院搜尋 裁判書查詢 呼籲民眾黨搜尋一下 助理志願回捐說 其實是高雄市議員 陳翠鳴的案子 因為他的案子是說 那個裡面 他也變成助理志願回捐 而且他公款適用 他判多重你知道嗎 10年5個月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民眾黨現在就是要拗就對了 那剛剛張祺凱有說他違憲的部分 違憲的更有趣的 我說更荒謬是在於說 這個法盲程度更嚴重 因為地方制度法 其實八條的規定 他其實是一個 嚴正最低的標準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一個民選的首長 他涉及到貪污的一審宣判 那最低的標準就是他停止 他不論他在哪一個階段犯的貪污 立委 因為張祺凱的邏輯是說 他是立委的時候犯貪污的 高鴻安 所以高鴻安當市長的時候沒有貪污 怎麼可以停他指 這個地方制度法的要求是一樣的 他是年政最低的要求 他只要涉及這個人有貪污被判刑 他就不適合再繼續擔任 市長的這個職務去行使職權 如果照著民眾黨或者張祺凱這個邏輯 法律解釋 選罷法有消極資格犯貪污的人 也不能登記參選 照他民眾黨這個解釋邏輯就變成說 假設這個人議員的時候貪污 然後被判刑 然後有錢科 他要去登記選市長 他在市長任內沒有貪污 要讓他登記選 選上之後 如果他省上市長又貪污 你不要讓他選任就好 會變成荒謬變成貪腐當道 整個法制被他破壞 所以民眾黨如果真的認為 這個停職有違憲 大可打憲法訴訟 再提一次 因為在憲法法庭裡面 民眾黨被打臉一次不夠 可以再打臉第二次 有本事再提憲法法庭 好 所以請教一下阿苗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啦 那高皇安現在要繼續上訴 那民眾黨看起來就挺到底 但我們看來要起訴出內容 你看裡面表格一受錯有多細 109年2月3月4月5月6月 每一個月的福報加班費 這個表格全部都給你寫出來 我覺得現在法界也說 可能對高皇安來講 七年四個月已經算是蠻輕的 柯文哲怎麼會講這樣的話呢 民眾黨新的政黨沒有進過立法院 高皇安也是政治素人 然後呢就可以彈無嗎 柯文哲第一次出道是2014年 距今正好10年 出道10年還是素人 還是素人 我比他之前嘛 那如果柯文哲那樣是素人 我一直都是素人 沒有 他說剛好還是政治素人 他不是說他自己 他說他自己忙於台北市政 所以對立法院完全不清楚啦 高皇安如果還是政治素人什麼都不懂 連法律基本也不懂 柯文哲應該要在2022年 高皇安選市長的時候告訴大家 對不對 應該喊所有的新竹市民說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皇安是政治素人 他什麼都不好啦 那瑞德哥超速的啊 速到底啦 可是菜人 這個皇安 剛從科技業過來而已 什麼都不好 什麼都不好 做立法院不懂法律啦 要說清廉 但是不懂他入治罪條例啦 這高皇安什麼都不懂啦 拜託各位市民選給他 他應該要2022年這樣講嘛 沒有啊 他2022年不是跟市民說 高皇安是最棒的 最有能力的 最有經驗的 最會治理的 治理到現在 新竹市的棒球場 還沒辦法打棒球 治理到現在 自己的案子一審被判有罪 還不知道為什麼有罪 這就很奇怪啊 對不對 前面那個是不是廣告 不實不實廣告啊 高皇安這個案子 我講白啦 貪污治罪條例 你直接翻開來看啦 裡面喔 關於涉嫌貪污的喔 七年就是最低消 所以今天喔 我看到一個黃國昌的朋友 出來講話 我心甚感欣慰啦 吳宗憲出來講的啦 他以前當過檢察官嘛 吳宗憲現在出來講說 高皇安喔 這判的算輕的啦 不過他的邏輯是這樣 他說 這判的算輕啊 代表法官沒什麼信心啦 七年沒信心喔 柯P說不中了啦 他應該喔 請這個黃國昌幫他介紹 吳宗憲有沒有 柯P先請教吳宗憲 因為這個很厲害耶 憲法法庭辯論的 所以柯P應該出來講 喔看去年四國會 低消多一點點 然後代表法官沒有什麼信心 這樣喔 藍白就合成一氣了嘛 對不對 但現在很可惜 柯P第一時間的講稿 他身邊又不知道是哪一個天兵 幫他亂寫 說判太重 大家現在都學到了 貪污是七年起跳嘛 可不可以減刑 可以 認罪 認罪就可以減掉二分之一啦 然後如果再加上種種啊 你沒有前科 你犯後態度良好 你願意繳回不法所得 那現在認罪來得及嗎 他現在要到二審子的時候 認罪來得及嗎 可以 因為刑法的規定 他犯後的有沒有回應 違法官量刑 所以到高院的時候 那一樣是四十審 但一樣是七年啊 因為認罪 高院可以減半 高侯安喔 可以逐漸後悔 逐漸後悔 高侯安逐漸後悔 到二審 二審之前 逐漸後悔 因為他們是都不認罪 到二審也沒辦法幫他解 那開完整跟黃國昌怎麼辦呢 還沒有認罪 我跟大家報告 從這個新聞稿跟判決書 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法官 並沒有要追殺高侯安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錯啦 因為法官把高侯安 涉案的所有金額 金額限縮到最小 法官只去討論那個 所謂低薪高報的部分 然後加班費的部分 他也只討論 低薪高報所以多出來的 那一截加班費 其他的什麼公基金 黨戶通國庫 這些都沒有計算在內 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要追究起來 最重叫做 屆事屆端勒索財務罪 那個才叫最重好不好 可是法官完全沒有去論這一塊 法官只有論說低薪高報這部分 所以這個科屁說 通11萬這麼少判那麼重 那是因為法官已經很優待他了 他只論這個罪證 最確鑿鐵證如山的這11萬 其他人他其實已經很客氣 所以大家看了所有被告裡面 還有一個是無罪的對不對 那個無罪的他其實本來是認罪 那個被告本來認罪 後來怎麼你已經認罪 法院怎麼判你無罪 因為法院算一算說 好啦你沒有低薪高報 所以你沒有議領 沒有議出來那個部分有沒有 所以把他判無罪 如果今天法官是要追殺的 那你怎麼會有認罪還判無罪這種事情 再來另外一個 一直堅定站在高宏安身邊的那個助理 法官也給他緩刑 他沒有認罪 法官還給他緩刑 如果要追殺 啊不是兩個剛好一起進去來當室友 可是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高宏安這案子 你要說他是司法追殺 很多這個有處理過相關案子 看過相關判決的人會笑 這哪算什麼司法追殺 你就是不符合緩刑也不符合減刑的條件嘛 所以接下來高宏安到二省了 其實剛剛大家說什麼他要拼什麼 我覺得他是要拼自由啦 怎麼要拼自由 因為第一個政治界有句話 不選的最大 他現在什麼都不能選 那就直接實質就好啦 不是很自由嗎 他最大沒有 還有這個 他現在可能還在想說下一步 但是要去鴻海還是要去哪裡 哪個企業界 他可以再服務嘛 因為他人生本來是從企業界來到政界 現在政界貪污啦 回去企業界還有路嘛 這案子一省二省 三省還發回 跟一跟二跟三跟幾不知道 還有十幾年他可以在外面 因為要判決確定 才有可能會進去嘛 所以他現在是拼自由啦 那拼自由的過程中 他可以趁著新聞慢慢淡去的時候 逐漸後悔 逐漸認罪 所以這個二省的時候 還是有希望可以拼減刑的啦